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条魁蛇吐着毒心 挡在了巡逻官兵的必经之路上 看一看 看空气人了 小心他赌油 憑眼睛 他会憑赌油 对 要小心他憑赌油 花色 有没有赌啊 赌 举毒的 对对对 抓住他 抓他 抓他 谁会抓蛇 哪个会抓蛇 有点毒花色 从蛇的体型上看 这是一条成年魁蛇 体长大概有一米多 是巨毒蛇类 它有一个为人熟知的名字 叫百步蛇 意思是说 只要被它所要 一百步以内 必然会蛇毒发作而死 有些地方更称它为五步蛇 既不夸大且威力 不把这条魁蛇赶走 战士们没法从这里通过 我能够看到吗 这个那个是巨毒蛇 巨洛官兵要去的地方 是位于西龙山山地带 中越边界第42号近 海拔3074米的云南金平县 境内的西龙山 是中越陆地边界线上 最高的一座山坊 我能够看到吗 这个那个是巨毒蛇 拿个长一点的棍子 哦 这根就是这么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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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谁这么大 这个叫蔡林云的战士 大大 他想捉住这条一米长的魁蛇 小心 插插插插 哇 水的水好大 实际上 现在一步步靠近魁蛇的蔡林云 十分危险 被魁蛇咬伤后 如果不能及时注射 抗蛇毒血清 死亡率在70%以上 抗蛇毒血清需要冷藏 而这次官兵们的巡逻 长达六天五夜 他们没有条件 接待抗蛇毒血清 小心 别动 别动 扎一下 小心 慢一点 我这个这是相当多 这是啥? 啥? 啥? 小心,小心,它不要索。 过去再说。 你看看,它那个就是主意。 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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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抓住的这条魁蛇,很命睁着。 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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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看蛇的话,他的头型,如果是三条型,通常都是有毒的。 这个蛇,应该是属于神经性的那种毒液,他喷了自己。 还有大概一种想像眼镜师属于血液的那种毒液。 这种的话,至少时间还可以稍微长一点。 看这种蛇的话就非常短。 非常短时间的人就失去自觉。 这是巡逻的第一天。 看来,毒蛇是官兵们所要问题的,所以她有困难和危险。 这个眼睛蛇 眼睛王蛇 反正这个毒蛇很多 金环蛇 银环蛇 反正都经常遇到 它那个蛇的颜色 跟这个树丛的颜色都差不多 就是这种保护色了 它自然生成的保护色 然后它一般情况 你如果是眼睛不尖一点的话 都很难发现 不小心踩到它 就被它反过来咬一口 它最怕的就是这个 30-40分钟就没得救了 这个蛇如果是上了人的话 就没几分钟就没救了 对 除非有它的抗蛇 对 马上注射 待会咱们走了过后 然后再把它放了 然后也是弄了 对 狐狸蛇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驱落官兵不能对其进行伤害 出入饭了 饭饭比较好 你看像我们拿点棍子 一个就是用来打草惊蛇的 这个的话用来 就是我们的棍子 这棍子嘛 用来往前面走的时候 打草惊蛇的 全体主义 开力训练 军队前进 三军军 那队伍走 将蛇把牢放好 注意不要受伤 小心一点 队伍走 队伍走出去六十多米 太平军也赶了上来 那么多的蛇你不怕啊 没想那么多 就怕大家有危险吧 先冲到前面 抓住再说 我是云南本地人 小时候 蛇 家里蛇特别多 每到割稻子的时候 稻田里面 蛇就比较多 然后七八岁就抓过蛇 那时候也不怕 这是云南省军区 猛自军分区 边防团三连的一次军队 他们要去的地方 是位于西龙山山顶的 中越边界第四十二号戒备 按照预定计划 官兵们从金平县 海拔九百九十米的 老羊带出发 进入西龙山 徒步三天后到达戒备 海拔高差达两千多米 往返行程一百五十公里 大约需要六天五夜的时间 这是云南省军区 猛自军分区下区内 路程最长 道路最艰险的一条巡逻路 西龙山 既是中越陆地边界线上 最高的一座山峰 同时也是国家企自然保护区 什么东西 哪哪哪 什么东西 在哪 小心 好可爱 这个是吗 对对 叫蜂猴 好可爱 我觉得 这个属于国家医保护动物 这个突然通常情况下 这个夜间出来历史的 哦 这个是下车吗 叫蜂猴又叫懒猴 因为它体型比较小 然后就叫蜂猴嘛 就是蜜蜂的风 然后因为它体型比较迟缓 然后就叫蜂猴 通常地方夜间活动 今天时间都业过的也比较少 所以它又会这个 白天就出来活动了 而且盗链的啊 也经常来盗链这个蜂猴 哦 这种 还有因为在市场上面 现在一只蜂猴的话 就在冰军地区嘛 一只蜂猴也能卖过一千多块钱 所以说这些好多人受蜂猴的趋势 还对面道理风格还比较多 你先见过吗 没有 你先见过 是啊 这样还太可爱了 它头怎么那么小 像不像熊猫 它的脑袋好小 还讲过熊猫眼 猫不 这早上 好 今天我看下雨了 我们先赶路了 好 走吧 往下追 继续前进 下午六点多钟 经过九个小时的行军 巡逻官兵到达第一天的宿营点 三叉河 这是山谷里的一小片开阔点 旁边还有一条小溪 三叉河宿营点没有靠近山坡 不会受到泥石流的侵袭 野外宿营一系列的防范措施 都是官兵们要考虑周全的 反正转转的温 这个好保护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 是不是正讲消毒的 这个水 这个主要是针对它叫大肠杆菌 可以消灭 哦 消毒是吧 对对对 这去消毒 人家要洗菜做饭什么的 这个来消毒 哦 就在这沟里面消毒 对 因为他们下雨等一下要采这个水嘛 这是水源嘛 今天也就是这个路上唯一的一个水源 所以也必须来消毒 生火 洗菜 用雨布搭设简易的帐篷 大家开始有条部分的忙碌起来 这次巡逻 官兵们要经过的速营有三个 第一天 速营海拔1842米的三叉河 第二天 速营海拔2428米的出水口 第三天 速营海拔2683米的旺峰湖 第四天 到达海拔3074米的42号借杯 一路上 雨水架杂着汗水 早已让官兵的全身湿透 为了避免感冒 大家都要尽快把身上的湿衣服烤干 在速营地 官兵们有了难得放松的心情 然而 这几乎的毒蛇又出现了 喂 喂 眼睛手 眼睛手 在哪 哪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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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哎 插左右 哦 这 这里这里 眼睛手 哦 哪呢 这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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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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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看见的 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的 在检查看的 检查看的 你怕吧 怕 哎 好 好好 好 战时蔡联军又冲了上去 他想用木棍把舌头压住 但这个决动却把眼镜蛇激怒了 他带着一副攻击的架势 你 你 你 夜外 原始森林漆黑一片 野外露营的官兵们如何防范毒蛇猛兽 人际罕至的边境线上 为什么突然传出两声枪械 战时又遇到怎样的险情 拒织记者正在播出 西龙山巡邦记 第二集 顾好 就就就就 牙子拉 牙子拉 哇 好 你看这点啊 好 哦 就在这个帐篷后面啊 嗯 这些蛇 一般情况 它在水源地 它还是比较多 嗯 因为蛇渴了 它也会下来喝水 哇 小心点啊 嗯 你要拿到哪里扔啊 我们往那个方向 呃扔过去 是吧 过个几百米再扔吧 哦 差不多啊 这个地方可以放了是吧 小心小心 小心啊 一放一跑跑跑 赶紧跑了 哦 哦哦哦 啊 大家注意啊 轻手把这个 我们的雨布铺好 然后明天我们一大早就要出发 为什么 走 清楚前我们的树营地四周撒上石灰 撒来的时候一定要仔细 刚才我们已经发现了两条毒蛇 这个避免我们出现安全隐患 走 在潮湿的地面打上石灰粉 能起到很好的防蛇作用 石灰腐蚀性很强 浴水会发热 能够产生灼热感 另一方面石灰的味道有刺激性 所以蛇贴着地面前进 才会害怕石灰 晚上七点半 吃过晚饭 官兵们早早地钻进了睡袋 九个小时的山路已经消耗了他们太多的体力 第二天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每一个人都要尽快地恢复体能 在人际罕至的大山里 随着巡逻队员渐渐进入梦乡 这里变得格外寂静 在这个附近是那条火 对 就像我们这里是那条火 在我们的这个通风口这里 都会怕热怕光怕火 就不会靠近 这样的话会更安心点 对 这样就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同时的话也会让我们的战士晚上睡着不那么冷 避免发生感冒 就是现象 影响第二天我们的巡逻进尘 我看了 您看 您看 现在好像就有几核的叫针 特别是在这种深山冷军里面 就是说晚上的话动物 野兽出没 它就会经常发生出的声音 像猫头鹰 飞鼠这些 还真有啊 是 真有 所以说这些平地把水都灌满 今天十多个小时 新的一天 路途同样艰险 巡逻队要从海拔1842米的三叉河 到达海拔2428米的出水口 虽然海拔高差只有500多米 但是这一天的路程最为坚固 全程都是翻山的 战士们的霹雳消耗非常大 前方怎么办 前方有什么东西 搜索组的战士突然发现了情况 那偷列的工具 快点 偷列的工具 哦 这个是偷列的是吧 对 这个动物的脚一直踩到里面 马上就把它铺上了 哦 这个就是 对 它里面还齿你看 这个钉钉齿 对对对 如果是奔子操到里面 然后就把它夹住了 这边偷列的人员 到里面来 然后它就把这个按到各个地方 它对这个动物的行 比较了解嘛 它放在那个动物进入的地方 然后动物不幸的话 就会踩到里面 然后就踩到脚受伤 甚至就是动不了 然后他们就过来 把链物就拿走了 行 那就把它收了是吧 对对 好 拿它收 这个一看这个树子出转的就没有 还没有几天 可能就是在一周之内 哦 偷列的是吧 刚走出不远 巨洛队又发现了一个盗略者的坐影币 这就是 雷长 然后主持人把这些东西全都给它毁了 是 好全部拆了 那万一看我们这一道这种情况怎么出的 这种情况如果是被我碰到了 我们 该抓就抓 该收 攻击该收就收 然后进行一些法律政策的一些教育 这次出了29名官兵 巡洛队伍当中 还有7名边境借务员 这些借务员都是当地老百姓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查看借杯是否还好 并宣誓边境线上是否有异常情况 现在是下午五点 按计划再过一个小时 巡洛队伍兵就可以到达第二天的坐影币 枪声让所有人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 在人际罕至的原始分裂里 为什么会传出两声枪响 战士们立刻寻着枪声的方向前往搜索 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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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到圈的情况派应该是有点在打捏 走索了三百多米 果然发现了一名可疑人 来到车 不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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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长 连长 把你带下来 连长 连长 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短跌的人 在哪 快去吧 把你带下来 追紧去 你是哪个人啊 老百代人 老百代人是吧 什么人 你们主张叫什么名字 主张叫什么名字 什么 陆燕是不是 什么的 什么的 边境情况复杂 连长徐雅虎谈问这名盗猎者 是要核实他到底是非法入境人员 还是当地村民 这架子哦 不带这么多架子进来 这下面还带有这么多架子 对 这是什么东西来呢 这个猪牛猪牛 又叫猪鼠 猪鼠 猪鼠 这个架子 中国现有的野生猪鼠 数量较少 十分珍贵 那这像他们这种 像他们这种是观离了吧 他们 他们的山上都是现在是用的扎子来扎的 哦 这个 我们山巡逻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 眼睛蛇 啊 这是狗家精子盗卖的动物 看吗 两条 三条 好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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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猪啊 这就用这个东西 回去以后 我要把你的事情通报给派出所 来到派出所说明情况 记得没有 这个是对你们说是有义务吗 对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不是我们的主要值 但是我们遇到以后 肯定要必须要制止 这个 边境地区的话 特别是这个地方狩猎啊这些的 就如果说 那时候回行器 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山巡逻 到 江小宝拉找个地方放 上 嘗 早上你回去了 撮到 which you protect 和其他人讲 以后不能这个地方打提来 呢 важ了没有 那怎么 又贱这个地方了啊 先拿那枪子 sean 好 你俩这个前鞅上糖了 里面还有火药 巡逻队进入西龙山 这片原始森林才有几天 暴雨 冰雹 雷电 毒蛇 激连不断的险情 一再考验着官兵们的身体和意志 前往42号戒备的路依然遥远 巡逻官兵在接下来的几天 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调谈 西龙山巡悲记第三集 这是一次险象还生的边坊巡逻 遮天蔽日的重点是酷水难耐 是雷电 可怕的毒蛇 狡猾的倒霉者 偷偷起来的情况 考验着官兵们的身体和意志 在人际罕至的大山里 伤病击击而至 巡逻换兵历时六天五夜 挑战生命极限 勇闯死亡重点 他们能否完成巡逻任务 局势继续时 下期播出 西龙山巡悲记 第三集 第三集 谢谢大家